这点赞, 熬夜使用 为人父母赞赏小朋友是很正常的事 原来若鞋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而你有没有用适合的方法呢? Betty、Brian和2岁的女女Summer 三个一起在厅 honest 玩到四周都是玩具 這個時候, 媽媽從廚房走出去 今天玩夠了, 準備吃飯吧 Summer, 我們先收拾玩具好嗎? 是嗎?Summer, 我們出發了, 知道嗎? 真是鬥快收拾 一家三口, 一起收拾玩具 很快就把玩具收拾好 Summer, 剛才你這麼厲害的表現 爸爸帶你去買多點玩具, 好嗎? 兒子, 你不要亂稱讚小朋友 稱讚壞了, 長大了就不厲害了 Summer, 跟我來 稱讚也不行? 不知道 適當的讚賞是非常重要的 你為小朋友的自信和自我形象 汪汪來自家長和身邊的人的反應和說話 如果小朋友做了好的行為, 應該要表達你的欣賞 你可以欣賞和稱讚小朋友的學習過程 和付出的努力 而不是只賺他們的能力和成果 例如, 你可以稱讚 寶寶今天很乖乖坐店自己吃飯 或者, 你自己懂得稱讚小孩嗎? 我很開心 但最重要的是, 要稱讚其所 和明確和具體讓小朋友知道 是因為甚麼事被稱讚的 因為這樣做, 除了小朋友增加正能量之外 還可以令親自關你更好 Summer, 你表現很好, 很聰明 收拾好玩具 爸爸待會兒帶你去公園玩好不好? 可以吃飯了 Summer, 不如我們一起幫忙開花 看看 其實讚賞不一定要跟禮物或玩具掛勾 特別是跟學習有關的讚賞 因為這樣做, 才可以避免影響小朋友的 價值供應和學習動力 例如, 他們初學寫字時 你可以鼓勵和讚賞他們付出的努力 與其讚賞他們, 獎勵一份玩具給他們 不如試試直接演術 和鼓勵他們的行為 你這麼努力地完成這份功課 我很高興 各位爸爸媽媽, 想小朋友越讚越乖? 我們每一次讚之前 就要記住 停一停, 想一想 到底為甚麼而讚? 婷婷想想才讚賞 提升自信與影響